众所周知 G爹传说之下中的经典彩蛋 Sense of Paris的疑似制造者 一直都被玩家们津津乐道 而今天呢 这款数据包 则可以让我们在MC里面 过一把G爹的瘾 Hello大家好 我就是一出生 就躺在戏血堆里面 快被冻成冰渣子的阿杨 哎我去冻死我了 赶紧出来 阿杨 G爹我知道 红人游戏动画里有恩怨地神 真不是人能打的 没错 所以它的能力也非常一天 现在我们用8种染料 15块骨头和龙头 召唤G爹灵魂附体 只见到屏幕一黑 Gaster杨闪亮登场 成为G爹后呢 我们就会拥有它的能力 灵魂移动 俗称开旁观 龙骨炮 Sense 这招我输 七星之力 决心羊 这招我输 前几招没啥我说的 老粉懂得都懂 最后那个七星之力 按F用了之后 就会把物品栏切换成灵魂技能栏 一种颜色的染料 对应G爹所持有的一种灵魂 F键可以触发技能 部分灵魂还可以蹲加F触发特技 来来来 村里面有三个村民 在窃窃私语图谋不轨 让我来好好教育教育他们 淡蓝色灵魂 蹲加F 来来来来 拉过来 然后松开蹲 直接推过去 拜拜了你了 可是高度不够没死 没关系 上飞轮 深蓝色灵魂按F 可以飞出两个伤害超高的飞轮 而且还可以破坏方块 村民就直接被我们养了 橙色灵魂 可以在生物身边 生成小型爆弹 绿色灵魂 可以禁锢敌人 也可以出护盾来保护自己 你看这个铁魂雷 就被我们给困在空间里了 紫色灵魂 可以帮我挡下 所有的远程攻击 黄色灵魂 可以发射跟踪子弹 红色灵魂 可以产生爆炸 然后彻着彻着阿阳 就被铁魂雷打死了 我是万万没想到 这铁魂雷居然能卡bug 突破我的防御屏障 太菜了 你是全用第一个 死在铁魂雷手上的GD 完了 这波是被钉在耻辱柱上了 不行了 我得去刷波龙 找回条场子 看我二段变身 愤怒形态 开启这个形态之后呢 我们就会化身成为 火力全开的集结 一双大手万物皆可抓取 你看这条龙 被我抓在手里面蹂躏 虽然打不出什么伤害 但这种感觉真的好棒棒啊 小龙龙也太强了吧 然后我们的龙骨炮也升级了 虽然发射的时候 我们无法动弹 但是伤害极高 还可以清理掉鸡眼呢 简直太爽了 然后蹲加Q 可以切换三技能 之前使用过的魂技 都可以用 通过这双手 只不过这些技能 在老龙身上 都打不出什么伤害 所以最后 我还是用了最传统的方式 干掉了老龙 先抓住 然后不停地放红色魂技 终极赖皮流 神龙到死都没有 离开祭坛一步 呵呵 神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喜欢的小伴 可以自行搜索 投一定的字幕 下载来玩哦 事先说明 这魔族bug极多 在墨地很容易出错 所以在主世界玩玩就好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溜